七个尸险 保我无敌 喂 楚明 跟你预料的一样 我们家已经有人开始反对这门情事了 太好了 要是瑜伽铁桶一块 还要费点力气呢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我都替你想好了 你终于回来了 什么事那么重要 非要当面说 昨天楚明去见了老五 什么 他一个人去了王家 没受伤吧 没有 但楚明说老五他失明了 失明 怎么可能 难道是王家对他用了什么肮脏手段 他说与王家无关 不过据我推测 老五进入王家肯定和此事有关 既然如此 那我现在就去王家找他 当面问个清楚 你冷静点 楚明昨天去王家已经打草惊蛇了 你现在去 岂不是自逃罗王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要等着王家大发慈悲地 把人放出来不成 我有办法 你有 没错 我已经想到了负面王家的办法 但还需七师姐给我当个睡客 这个没问题 不过我还是要听听你的计划 瑜伽坚持联姻的根本原因 就是害怕此事不成危机自身 如果我们能再拉拢一个势力 不仅能让瑜伽安心 还能让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 可是在江州 有哪家会想不开 去和王家叫板 就是江州第一家族 西门家 西门家 我倒是有所耳闻 传闻他们老家主实力强横 能有如今的地位 全靠他当年打下的江山 没错 如今西门家不比当年 更何况 这些年王家一直对他们冷嘲热讽 想必他们也咽不下这口气 有道理 那我就陪你去一趟 想要获得西门家的支持 光靠一张嘴可不行 对拿出他们心动的利益做交换 其实姐说得在理 筹码我已经准备好了 停车 这里是私人住宅 旁人不能入内 您好 我们是来找西门家主谈生意的 麻烦通报一声 能见到我们家主的 都得是江州有名有姓的人物 请问你是哪位 我叫楚明 劳烦大哥通报一声 楚明 没听说过 无名小卒可进不了 我西门家的门 赶紧走 小哥 我是上面的执行总裁 这是我的名片 辛苦你 通报一声吧 好美 不不 好的 好的 关键时刻还是含双靠谱 哼 哭不了多久 我的名号也会响彻相周 这鱼一天钓上来八百遍 真是无趣 家主 盛美的执行总裁求见 不见 没看见我正在钓鱼吗 是 我这就把他们赶走 他们 来的人里还有谁 还有个叫楚明的小子 竟然是他 快请他进来 是是 看家主这反应 这楚明怕是个大人物 管家 立刻去准备会客厅 把最好的茶水糕点都背上 迎接贵客 是 这西门家办事的效率可真低啊 再等会儿 应该快了 各位就等了 楚先生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您见谅 我这就带您去见家主 有劳了 三位请 楚先生 久仰久仰 你的事迹我都知道 你可是少年英雄啊 我 少年英雄 您随我来 咱们坐下说 坐下说 这么热情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这不就好吗 把这里当自己家就好 西门家主 我这次来其实是想和你谈个合作 合作当然没问题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是想让我帮你们一起对付王家吧 没错 我希望西门家能出手助我一臂之力 当然可以 王家在江州嚣张麻糊 做个多端 我早就有这个心思了 不过 我西门家早已隐退江湖 让我贸然出手 恐怕不合适啊 我倒子 就不在家中 因为他在家中 都可以这次在街上 让他大陆家 你就是这样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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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